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三问训 佛三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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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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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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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大众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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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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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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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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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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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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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我们现在的人 你随随便便 敢把自己的命交给这个医生吗 现在的人几乎都不大敢 因为我们现在的报纸 网络资讯的太多 担心遇到那种 我们讲冒牌的医生 遇到神棍 遇到骗子 或者担心遇到那种医术不好的 所以现在人看医生 都是你要左看看 右看看 要确定了好几次 他才放心交给这个医生 所以讲到我们现在要归命 要把你自己的命交给阿弥陀佛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如果对阿弥陀佛都不认识 一般人还是不大敢交给阿弥陀佛的 他要找多几个备胎 来预备预备一下 所以天心菩萨他很慈悲 他说把阿弥陀佛称呼为 这句赞叹阿弥陀佛的话 他就是要让我们对阿弥陀佛认识 让我们对阿弥陀佛有信心的 这里写的无碍光如来 就是掌叹阿弥陀佛 他是一尊没有任何障碍的光明佛 没有障碍的反义词就是有障碍 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业障 业障的障 就是代表说有障碍 这个业障其实就想得像黑暗一样 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在一个黑漆漆的地方 你如果说走路的话 你会不会有障碍呢 各位会不会有啊 你走在黑漆漆的地方 当然是会有的 因为没有太阳 没有光明 我们走路就很难 可能不小心创造石头 不小心创造东西等等的 因为没有光嘛 我们看不清楚前面的路 当然走起路来说 我们障碍就大了 所以为什么说人生最重要就是学佛念佛 因为学佛念佛能够消业障 消业障 你就是在黑暗当中放出光明一样 你在黑暗当中放出了光明 有了光 至少我们把环境给看清楚了 自然我们障碍就会很少了 我们想想看 你今天在这个光明当中走路 和在黑暗当中走路 这个会是一样的吗 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光明当中的走路是最好的 所以人生最重要的 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教怎么生活 你在黑暗当中一教什么生活 你怎么生活呢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佛念佛消业障 就好像在黑暗当中 你不能一开始就是走路的 你要先开灯一样 在黑暗当中你要先开灯才能走路 有乐光 你自然走的路就顺畅一点 所以人生最重要讲的学佛念佛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学佛念佛的好处 但是如果说讲到这个消业障 放光的方法 佛门是很多的 有慈咒 有诵经 等等的 但是最殊胜 最有效的 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是佛在观经告诉我们的 我们看 《佛在观无量寿经》就说 那佛就说了 你读诵任何佛门的经典 最多只能消掉 这个千节一千节的罪业而已 但是呢 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能够消掉一节的罪业 各位你想想看 千节一节 它是不能够比的 你当然用这个计算机的数目来算的话 可能差别就一百倍 一千倍 一万倍不等的 这就好像现在在黑漆漆的房间一样 在黑漆漆的房间 尤其是小时候停电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乡下 停电的时候会点这种小蜡烛 以前的乡下没有手电筒 也没有我们这种手机 所以都是点这种小蜡烛的 蜡烛是有光没有错啦 但是你看 蜡烛的光就是很小的 但是如果说现在是太阳光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太阳光一照下来 所有的地方 整个地球 它全部都发亮了 那佛说诵经 词咒跟念佛比较的效果就是这样 修其他的一千节的罪业 就等于说是这个蜡烛光 做其他的也有消夜章的功德没有错 凡是佛法都有消夜章的功德的 但是其他的都是少少的 好像蜡烛光一样就是小小的光 但是念佛是消掉那一节的生死之罪 那就好像这个太阳光一样 太阳光是很大的 你怎么能够跟蜡烛光来比较呢? 蜡烛的光只是一点点而已 它不能够将全部的黑暗给赶走的 你不可能说在这个屋子点一只小蜡烛 就把整个屋子给点亮的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太阳 你看 太阳一来 不止说这个屋子 整个地球都亮了 天清菩萨说 阿弥陀佛的光是十方无碍的光明 就是十方没有任何方向的障碍 太阳其实还是有障碍的 太阳只能照到这个地球 但是十方无碍光它是没有障碍的 阿弥陀佛的光一到 全部黑暗夜章就少光了 想想看这样子比较的话 其他的经咒怎么可能比得上念佛呢 所以现在的人就是有些不懂的 他以为说南无阿弥陀佛还不够 好像有些人就认为说 我要补一部地藏经 要补一句大悲咒往生咒 就认为说念佛还不够 这些其实都是让他自己乱想的 不是佛讲的 一般人认为说佛号不够 可能就觉得说 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真的太短了 师父啊 南无阿弥陀佛才六个日 诵地藏经至少要一个小时 往生咒要一分钟 大悲咒要三分钟 南无阿弥陀佛你看不到一秒的时间 怎么可能这么好呢 但是你要知道 佛门的这种经咒佛号 它不是看长短的 你这种经咒佛号 你需要看到这个背后的原因 就好像一个王太子一样 王太子是王帝的孩子 你不能看这个王太子呢 是小小的才几岁 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 好像是一般的小孩子一样 你不能这么看的 因为他的背后是这位王帝 王帝给他撑腰 谁敢动这位小王子呢 相同的 南无阿弥陀佛才短短的六个字 但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背后 是佛中之王阿弥陀佛在撑腰的 上老大师讲的 上老大师讲的 为什么短短的六字名号 能够灭掉无量劫的罪业 为什么说念佛能够比其他的 消掉更多的罪呢 你看 除多劫罪 就是因为有阿弥陀佛做这个靠山 真上缘就是靠山的意思 上老大师没有说 那是因为你念佛有功夫没功夫 念到怎么样通通都没有讲 这不是上老大师说的 上老大师说念佛能够灭罪 是因为有阿弥陀佛 这尊佛在背后做靠山 就像刚才所讲的 王帝给王代子做靠山一样 阿弥陀佛就是王帝 佛中之王给我们做靠山的 一般来说 佛佛之间都是平等的 一般来讲 每尊佛都是一样的 不管什么佛 要师佛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包括你们以后成佛了 到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每一尊佛他都是圆满的 但是很特别 虽然都一样 但是每一尊佛都推阿弥陀佛 是他们的王 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 所有佛陀当中的王 佛在《无量寿经》就说了 我读一遍 你看这些经句 都是十方诸佛亲口所讲的 阿弥陀佛就是第一 其他的诸佛就是第二 阿弥陀佛是最尊贵无比的 无比就是其他的诸佛 他是不能够比较的 其他的佛都不能够比较了 你更何况是菩萨 什么地藏王 菩萨 观世音 菩萨又怎么能够比得上呢 所以有些人说 阿弥陀佛不够 我要加一个地藏王 加个观世音 这就是颠倒了 十方诸佛都说 阿弥陀佛是最够的 没有佛能够比较的 但是颠倒的凡夫 反而说阿弥陀佛还不够 那你这是讲什么话呢 有些人不肯承认阿弥陀佛 是佛宗是王 这么殊胜 但是你不承认又怎么样呢 像有些人 他也不承认说月亮是圆的 那你不承认月亮是圆的又怎么样呢 你不承认月亮还是圆的吗 他不会因为你不承认就变形的 你不承认月亮是圆的 到最后你自己吃亏而已 比如说我们自己画画 因为你不承认月亮是圆的 所以你画月亮是三角形的 然后你交给老师 那你就准备等着不及格就对了 你不愿意承认阿弥陀佛中之王 不愿意专靠阿弥陀佛 那吃亏的终究是我们自己而已 别人不会怎么样的 其他佛菩萨也不会受到影响的 就只有我们自己吃亏而已 那不愿意吃亏的话 愿意接受知道这样子的事实 信了 念了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自己就得到利益了 那么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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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